不得不说这冬天骑电动车是真冷呀 咱这装备必须得全副武装起来 装备多了 你有没有发现 咱这车可就不太好控制了 骑慢点还好说 稍微疏忽点啊 事故它说来就来 操作不灵敏的情况 冬季的低温天气会使路面结冰 刹车距离增大 电动车容易出现侧滑等现象 还有一些电动车驾驶员会出现闯红灯 逆行等违法行为 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这是发生在早上四点的交通事故 越是车少人少 越是容易掉以轻心呀 对此郑州交警四支队的民警 发布了安全提醒 现在距离春节仅剩二十余天 郑州交警四支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驾驶电动车一定要 开戴好安全头盔 遵守交通规则 生命只有一次 无法从来 电动车上路莫大意 遵守规矩 报平安 小灰在路上记着报道